抓不住球拍 正常的打球 你就是放松一点 为什么说要这里空 你只是要放松一点而已 不是说要你真的能这样子 打球的时候 不是用手指抓着球拍的 你整个手还是要抓住它呀 但是你是松的 简单通俗的来说 就是说我不打球的时候 我的拍子能随时从我手里面抽走 就这么简单 就只要这么松就可以了 因为羽毛球打球 大部分是爆发力 瞬间发力 瞬间集中短促加速 你一直抓紧你怎么发力 你再想发力你都发不出来力 因为发力它松紧松 是最好的发力过程 你如果一直紧 你是发不出来力的 你一直想用力 但是你发不出来力 很多很多 就是这样子的 手是怎么握住的 放松是这样 抓紧是这样 跟转发力是先机球在左脚落地 还是先左脚落地在机球 差不多是同时 就是说你要跳到最高点 去机球 而不是说你看着脚去机球 不是说你的脚落到哪里 你去机球 你是要自己跳起来 我起跳是为了什么呀 我蹬转是为了什么呀 我起跳就是为了我抢高点 去机球 我蹬转是为了我更好的发力 去机球 你就是跳起来了 你就去机球就行了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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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